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陆今天公布出来9月制造业的PMI 回升到51.5是优于预期的 预期是51.3 前一个月是51 9月份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 PMI是55.9 比8月份再上升了0.7个百分点 两大指数都是从今年3月份以来 持续位于临界点之上 所以临界点就是50的分界线 所以看起来大陆的制造业的情况 跟服务业状况并不是太差 虽然我们刚刚有讲恒大地产 可能会有财务危机的问题 导致有些台湾的投资人有买到这些基金的 有点紧张了 不过看起来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 因为毕竟恒大是中国大陆第二大地产公司 如果一旦出现了财务危机的话 那个事情会非常的严重 另外中国大陆的9月的财新PMI今天也公布了 9月的财新PMI是53 叫预期53.1来的第一点 不是差不太多了 前一个月数字也是53.1 这显示说大陆的制造业 不管是官方的数据或是民间的数据的情况 都还算OK 都还算好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蚂蚁集团 以前叫蚂蚁金服 现在改名叫蚂蚁集团 应该很快要挂牌了 在港交所挂牌 在创业版可能也会挂牌 就是两地同时挂牌了 现在目前看起来 已经在做上市前的积极准备 券商正在积极存银蛋 这个是最新的消息 这个也是一家非常大的独角兽 那这个继这个中芯国际这家半导体 金源代工公司在香港跟科创版 对不起不是创业版 科创版两地挂牌之后 可能另外一家会是引起非常大的 这个话题的就是蚂蚁集团 会同时在港交所跟这个科创版 同时两地挂牌 好那今天美国总统大选 第一场的辩论在二孩二周 克里夫人辩论完之后 普遍认为拜登的表现是好于川普 那结果呢 这造成了美股的电子盘 期货盘的下跌 现在目前三大棋子 包括道琼标普跟纳萨克 都跌幅将近一趴 跌幅并不算轻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下个礼拜 台股的整个走势呢 包括今天这个期货的夜盘 我们赶快来请教 万保投顾的秦晓芳副总经理 秦副总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秦副总你今天应该有看 这个大选辩论吗 有 我个人是觉得是 应该是史上最好笑的一场辩论 两个人真的是像小孩子一样在斗嘴 这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50岁 事实胜于雄辩 我想刚才沐华已经讲了 今天大选的一个答案 那至于目前的夜盘的反应 是在一个中性 好像还算平静的一个盘 不过呢 各位投资人 我想我们不管是台湾的立场 或是我们投资人的立场 其实川普如果赢了的话 是短多长空 反之就是另外一个 如果是拜登赢的话 是短空长多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华尔街当然喜欢川普 可是问题是川普所可能导致 继续的一些贸易战 或更严重的战争 那个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 目前华尔街也正在反映这件事情 各位也看到了 刚才沐华所提到的电子盘 不管是Nestak或道琼 甚至SP5牌都出现了 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甚至其实今天的9点到上午 已经完成这场 然后立刻做民调在美国 股市就已经下来了 美国电子盘就已经下来了 所以我想各位投资人 这件事情我们在未来的两天 仍然要持续关注美国市场的反应 那当然我们先回过头来讲 这件事情的一个结论 无论它发生任何事情 美股如果只是跌一天 反映了今天的辩论结果 那还好 如果只是跌一天 然后明天后天就谈起来 可是呢 如果它真的连跌三天 因为毕竟美股在 尤其是Nestak指数 已经连跌三周了 目前是一个偏弱的走势 如果包含今天在内的三天 我们中秋没有开盘 而美股却是连续性的一个 反映了这个结果而下跌的话 那么请你要注意 从那个摩根台指 新加坡摩根台指 还有10月份最后一个月份的交易 它已经在可以超越23年 可是呢 未来这个10月份今天刚转传过来 是它最后一次的提供各位 10月摩台指在新加坡市场 经过取交所核准的契约的最后一次避险机会 你必须要掌握米后店 如果 它到10月29号就下午的1点50分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对就没有了 没有 它那个10月30号的夜盘 它还是有做最后的结算 但是你如果有短仓到下个月份 你如果1点50分没有平仓的话 就要参加结算了不是吗 对 就是由证券商会替你去做反向的冲销动作 所以这个是23年以来的 最后一次的月份的交易 但是也希望它能够提供各位 在10月份的最后一次的避险机会 如果今天明天后天 美国市场真的出现了一个重挫的走势 如果只跌一天 各位要记得我讲话 没什么关系 因为它只是一个情绪化的反应 但是如果连跌三天 美国本身科技股又是一概 相对高党相对弱势 那你就要很小心 你可能要做部分避险的动作 先在10月份的摩台指 OK 我想这是我们先把选举 还有避险这两件事情 在摩台指 先听各位做了如上的一个解释 不过 其实 刚才沐华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我想简单的一句话 事实胜于雄辩 川普做得好不好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美国的股票高不高 是不是泡沫 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呢 虽然中国大陆出现了部分的产业 因为它的杠杆倍数过高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台湾投资人的投资的权益 就像恒大 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后续 不过其实这件消息 我已经听过了 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公司 他们以前在Nesdaq上市的 都将陆续转回香港市场来挂牌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节目 可能要多做一些香港市场的一些琢磨 因为我不相信香港会倒 所以 不会吧 绝对不可能让香港的 他要强力的控制他的舆论 跟他的整个政治情况 但他会强力的去扶持他的金融市场 让他变成是一个对照 对 所以各位如果透过证券商 不管是付委托的直接投资于美股 或者是香港股市 或者是上海股市 所以你看港交所的生意非常好 港交所甚至把MSCI都抢去 从新加坡交易所手里抢去 新加坡交易所就是灰头土脸 对没有错 我刚才讲到新加坡摩台子 各位就知道 我所要告诉各位的事情 所以我们目前不行 但是新加坡摩台子 他不是不交易的 他是转到港交所去交易 就变成摩台子是在香港交易所挂牌 只是说政期局还没有合备这个商品 就国内的期货商 还不能让客户去操作而已 包括香港恒生还有摩根台子 目前还不能在香港交易 我想未来以后也会 应该政局局会核准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政局局全台湾全球市场 已经有147个交易所 超过上千种商品 所以事实上我想我们政器局 也应该认清这个事实 我不管你美元 人民币台币 钱就是钱 你要多照顾多方投资人的权益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香港 还有新加坡的富台子 他不是跟富池合作吗 可是存交量太小 搞了一个富台子出来吗 对 就可是这两个契约 其实现在有四个契约 以后不管是摩根台子 在香港 或是你说所有的富台子 或包括台湾的期货 可是事实上 其他另外两个契约 除了台湾本土的期交所之外 另外两个契约成交量 有时候一天只有几百口 如果对我们这种人来说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流动性 外资作用的是一个流动性 它才会出现投进跟套利 跟避险的机会 我想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议题 所以眼前如果从下个月开始 可能各位投资人 必须暂时的先移回台湾来做交易 但是像这种面对中秋长假 或双十节 可能像避险 就像今年的1月20号到30号 碰到武汉肺炎 唯一的避险管道 这种摩台子 所以以后这种管道可能就没有 不过眼前的这次中秋 我们还可以透过 十月摩台最后的一次交易 月份的交易来做避险的动作 如果股市真的出现了 异常的波浪的话 好 不过我们还是回归 秋节之后的一个走势 最后我们做一两分钟的一个提醒 其实台股已经是一个 偏弱的格局了 不管是在台子期 或者是电子期 甚至呢 今天金融期 可能也是受到了 包括你所提到的一些 恒生地产的一些影响 恒大地产的影响 所以各位投资人 在未来的这个状况 如果这两天的美国市场 还能够维持 跌一天之后 立刻回复正常 但是如果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在美国市场 那你就要非常注意 开红盘 中秋节之后的一个走势 因为这次中秋的变盘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它是提早的 它提早一周就已经掉下来了 那是因为美国科技股 连续三周的下跌 那如果在未来 只是两三天 美国仍然受到 这个选举因素的影响 股价开始回归 它基本面应有的一个道路 那么在中秋之后 今天的高点 过或不过 它会影响到 未来你的操盘 因为那个周线的长黑棒 我指的是台湾的台举期 跟电子期 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 主要全职股 每一个人都说台积电好 问题是台积电 它就是过不了新高 所以它所影响到的台湾的一些权重的影响 即将在10月下周一开盘之后 继续的影响台湾股市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密切的注意 转仓10月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提醒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 我一直在讲 雷公正已经出现了 五根了 从7月28日的13031 而且即使这一两天 包括今天的盘中走红 可是它的成交量一直缩 也就代表一些大户 其实在9月10月他已经不想玩了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密切注意 这次中秋提早变盘的一个讯息 然后在未来这几天 吃月饼的同时 要注意到美国市场反映选举的变化 然后如果你是很积极的操作者 那你就要先考虑在摩胎子做避嫌 如果你不是那么开盘红盘之后 你就要调整你的一些部位 因为成交量的萎缩 我目前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可以说 那是因为秋节 大家在观望 可是如果秋节之后 成交量还是只有这种 1200、1500、1800 那么就代表这个整个的人气 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退潮的状况 那么高点就非常的有限了 谢谢 好 那高点是非常有限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会大跌吗 对不对 因为在10月12日 10月12日 也就是中秋之后的第二周 我们还有一个国安基金要讨论 我是认为他一定互盘互道 明年总统做事 我只认为国安总统做事 他不敢了 他就抓三个月过去就好了 好 谢谢秦副总 谢谢 谢谢